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它为国民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和老百姓 它都是具有重要的基础支撑的这样一个作用 在老百姓的生活中 已经在国国方面 比方说现在很时髦的 那个更想当车 以及未来今后马上要开始实施的无人驾驶 再加上一些老人的肩负 小孩子的肩负都可以发挥作用